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战役中下达了最重要的命令 以马肃为前锋 前往封闭关龙道 具体的战场就是接停 在当时这个命令让很多人不解 为什么是马肃 假如不派马肃 谁可以担任前锋 赵云 邓芝 此二人倒是合适人选 只不过远在几百公里外的邪谷 担任牵制曹真大军重任 不可能顺身到骑山执行别的任务 关心 张包 关心在正史中是文官 比马肃更没有战场经验 能力也只平平 让他守接停 绝对是比选马肃更愚蠢的决定 至于张包 则更不可能 因为这一年 他已经死了 魏延 魏延与诸葛亮有重大的战略分歧 魏延用兵寄进 坚持认为应该分兵直取同官 并多次口出怨言 一向用兵谨慎的诸葛亮 虽然后来多有重用魏延 但此任务肯定不适合分派给魏延 魏延性格颇似亮剑 钟离云龙 会打仗 却也能惹祸 谁能保证他不会分兵偷袭同官去了 将为 将为新将属汉 并无名气爵位战功 进封凤义将军 统领虎不君就已经是阅迹体罢了 怎么可能突然之间 把这么重大任务 这么多的兵力交给他 王平 站在上帝角度 王平的确是最佳人选 后来多次调打张和 以防守坚强著称 后来在兴世之战中 以三万人大败曹爽十万大军 但这已经是后话 当时仅为衙门将军 并未在军中展露头角 无意 无意的确能力经验性格 都很适合担任戒庭主将 但深属东周派 诸葛亮想要尽量掌控军队 就要多培养自己的嫡系 庞系师大 嫡系暗弱 此取乱之道也 杨仪 向朗 他们虽然也在军队工作 却是文职人员 并无作战经验 亲自前往 从诸葛亮做出的部署 不难分析处 他判断张和进军方向是 骑山未水道 假如自己前往戒庭 更加义功难手 且有郭怀里应外合的 西城右派水手 而且一旦西城有失 等于切断蜀军退回汉中的退路 整个北伐大军将不战自乱 做了这个排除法后 真正最佳人选 只剩下了既是嫡系 又有一定军事经验的马素 当然 诸葛亮任命马素 也有私心 演义中称 将为是诸葛亮的学生 对受兵法二十四篇 使罗冠中原创 不足为凭 诸葛亮如果有学生 那这个人就只能是马素 马素出生于襄阳马氏 其兄马良与诸葛亮私交极好 诸葛亮身居高位 马良与其通信 仍以尊凶相衬 颇有异性兄弟的感觉 马良能力过人 且同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中 见数颇丰 理念与诸葛亮的民族观念接近 却很可惜地在怡陵之战中 壮烈牺牲 出世未解身先死 诸葛亮自然对其家人颇多关照 马家有五兄弟 号称马氏五常 却天不假年 除马素外都先后去世 此时的民族襄阳马氏 其实已经只剩马素一根独苗了 既是好友之地 又是劣势家属 又极有才气气量 绝非庸才能够提出用兵之道 功臣为下 功心为上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这种深得兵家神髓的人 怎么都不可能是庸才 诸葛亮自然有义务给马素提供舞台 而且从能力和个人情感上说 诸葛亮应该有打算日后 将马素作为政治传人的想法 刘备临死时提醒过诸葛亮 马素言过 其实不可大用 诸葛亮颇有点不以为然 但是在接停战役上 他还是谨慎的 首先 诸葛亮在其左右 已安排了魏延和高翔 局面不立时 可以直接支援接停 即使马素打了败仗 其实也危害不大 只要能坚持几天即可 三道防线加起来足够拖住张和十天 同时他还为马素配上了经验丰富的王平 作为副将 当然 把王平配数给马素 也是因为他率领的部队 是蜀汉最精锐的武当飞军 特种部队都配及他了 可见诸葛亮的稳重 留给马素犯错的空间其实并不大 即使犯错 也不会酿成太重大的损失 诸葛亮可以说 为了马素 把谨慎小心做到了极致 但他不是神仙 没有想到事情会向着他 根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奇怪的组合马素和王平 可能是我见过的 最奇怪的战场组合 王平 出生版水蛮 文盲 性格自卑 情商也很低 两个如此极端的人 居然成为工作拍档 很有点无厘头 认为下部剧成是马素犯的重大错误 但是央视纪录片 诸葛亮认为冤枉了马素 原因是根据考古发现 接庭确实有城池 当时却已经荒废一百多年 早已失去城池功能 短时间内无法修复 因而马素当然不可能俱成防守 三国演义称 马素如果当到下寨 筑器成员 敌军便有十万 不能偷过 将马素失败的原因 归结为没有当到下寨 演义 是小说 不能完全当历史看 在平坦的大道上 布兵与敌齐兵硬刚 难道不是等于送人头 既然城池破败 无法防守 当到下寨 也不可取 马素来到接庭的时候 就一定不能不注意到 那座南山 南山名为南山 事实上位于接庭峡谷北面 是峡谷的制高点 可以俯瞰整个战场 战场上 遭遇敌军 抢占制高点 几乎是下意识反应 我相信马素 当时应该立刻认识到了 南山非常适合作为防守阵地 尤其是南山山道异常狭窄 最多只允许十几个人并行 骑兵并不利于山地作战 且不论 在这天险面前 张和就算兵多 也无法展开 马素在兵力上的劣势 就不会明显 汉中之战 黄中就是因为抢占了 定军山之高点 迫使夏侯渊被动的发动进攻 被黄中抓住破绽 冲垮了部队 自己也被斩首 成为汉中战役的转折点 黄中也一战成名 位居四方将军高位 我相信马素也会想到这历史 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王平表示反对 山上会没有水 这对出生于荆州的马素而言 绝对是天方夜谭 出生于荆州 第一次在甘肃作战的马素 很难认识到南北巨大的气候差异 此前蜀汉作战经验 关于水淹气军 冷包决堤都一直在提醒人们 战争中要注意防水 黄中在定军山斩下猴 也不曾听说老将军在山上找不着水喝 所以马素根本没有缺水这概念 这就好似嫦娥奔月的时候 如果提醒他要背上氧气瓶 他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这道理 马素不懂 有过北方生活作战经验的王平 却一定是知道的 但王平受陷于没读过书 文词浅薄 性格自卑 很有可能说的词不达意 难以完整描述出来 又或者王平表述出来了 以马素的骄傲 想来也不大会接受王平的建议 人性之常 即使在今天 一个名声远扬的大学者 想来也不大可能会听 从不识字的文盲什么建议吧 马素的脑洞 马素亲率主力进战南山 拒险而首 并调将军皇席于清水河旁设服 准备等张和军半渡时袭击 张和必定阵脚大乱 马素在趁势从山上攻下 平高势下 势如破竹 必定可以打乱张和阵行 趁乱击溃张和军 甚至重演定军山 斩下侯历史 也为是不可能 从此马素一战成名 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 也不辜负了诸葛丞相多年栽培之恩 一边倒的战斗张和抵达截停后 立即发现了马素的巨大破绽 他也没有想到这场本来非常不好打敌仗 居然会遇到马素这种白痴的部署 他立即发挥起兵的机动优势 将马素与黄席 王平均分割开来 以强攻硬弩守住南山道路 阻止马素下山发动攻击 然后暂时舍弃马素军不攻 在清水河上架设服桥 因两岸搜索前进 埋伏的黄席 李胜 张修很快被发现 战斗变成了屠杀 两千多人的埋伏军 片刻之间便失衡遍野 马素立即发动冲击 却完全被路口的强攻射毁 仅如十几人并行的下窄山道 成了蜀军的噩梦 没有人能够冲过这个死亡谷口 此时张和却不再慌乱 将南山四面围定 放火烧山 仅仅两天 没有水河的蜀军军心就完全溃散了 部分士兵下山向张和投降 马素连杀数人也阻止不住 一生顺利 从来没有受到过太大挫折的马素崩溃了 他抛弃了部队 私自逃亡 张和很有经验地故意放过不追 却将失去指挥 见之混乱的马素军全部歼灭 我想 鲜血都已经足够染红清水河了吧 诸葛亮的战略部署 即使战况不利 只要能坚持一定时间 就可以得到二房高翔和三房魏妍的支持 但没有人会预料到 仅仅两天 马素的前部就全军覆没 诸葛亮赶紧率领主力部队 前往接亭堵漏 撤围而出的郭怀 却趁机发动突击 见面了柳城驻守的高翔部 龙西郡在游楚的带领下 取消了投降承诺 率军主动袭击蜀军 天水等郡 重新归附曹魏 诸葛亮果断决定全线撤退 避免被权坚 兵力不足的张和 也实相的没有追赶 见好就收 另一个战略方向 兵力不足的赵云 邓之部也被曹真打败 撤回汉中 上庸战场被迫造反的孟达部 也被司马懿迅速平定 卫生轰轰烈烈的诸葛亮第一次被发 就因为马素的舌水上山彻底失败了 诸葛亮灰泪斩了马素 我们可以理解诸葛亮的泪有多苦涩 马素与诸葛亮的关系 感情 自不用说 自己亲自立下依法治国理念 岂能逊思 很多名将的手杖打得都不好 比如曹操就曾经在三流武将徐荣手下大败亏输 险些丧命 刚出新手村的马素败给五子梁将 急得张和也算情理之中 但历史不可能再给他挽回名誉的机会了 只能和赵阔一起 背上纸上谈兵的千古骂名 站在曹魏角度 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 从皇帝曹睿 司马懿 张和 郭怀等人表现都堪称惊艳 曹魏进入最光辉却短暂的军民陈贤时期 此后曹魏加大了雍梁的战略重视 增加了驻军 蜀汉事实上以无夺取龙幽的战略机遇 为最后三国一统 初步奠定了大事 站在蜀汉立场 却只能是 出师未解身先死 尝试英雄类满金 却只能是 伤心的一统